北行仙人那等层次不亚于天仙,甚至让有些天仙都为之发出,如此存在,杀一般的散仙地仙如同杀鸡。 正因为如此,即便无尽岁月过去,黑白学宫中对北行仙人的敬佩,甚至还在对黑白学宫历史上唯一的那位天仙之上。 三尺剑? 殿才仙人缓缓道,传说共有九招,前六招我黑白学宫内用秘籍存留,而最后的三招,乃是北行仙人纵横无敌的真正一掌,更是难以文字图谱存在,只能凭借玄之又玄的剑意传承。 此子有一颗剑仙之心。 长须老者俯瞰下方的记名道,并且道心非常纯粹坚定,且神魂强大,有这三者才能传承三尺剑如此剑术。 智嫩孩童点头,我黑白学宫的弟子们道心坚定,神魂强大的,历代也有些,可有剑仙之心的,太少太少。 剑仙之心,乃是一个真正剑客的觉悟,是新的觉悟。 矮子老者感慨,而且,觉悟出自己的剑仙之心,也是走上大道剑道的前提。 哈哈哈哈,殿才师弟,这个好弟子,你要不要?你不要,我要了。 长须老者笑道,殿才师弟,这弟子,我要了。 智嫩孩童眼光炽热,虽然他现在没法施展三尺剑,可三尺剑已经传入他的神魂中,只要他境界到了,便能施展,培养一个拥有三尺剑建树的剑仙,我可期待得很。 殿才师弟,殿才师弟,一个个都开口道,殿才仙人瞥了一眼,其他四人道,我可一个弟子都还没有呢,你们也和我争。 其他四人都笑了,碧海,殿才仙人看向一旁的白衣青年,是说,白衣青年当即硬道。 哼,下面的小家伙是谁啊?殿才仙人笑着问道,白衣青年碧海道人当即道,这是我黑白学公刚收的两名弟子之一,他叫纪宁,来自我们安禅郡燕山的一个小部族纪士,父母都已去世,从小便显现绝世天才兹,十一岁时便已经斩杀了应龙未通缉的子府修士博子善, 而后,因为火龙仙人在纪士领地内闭关突破,令那里出现一元石矿脉,惹得雪龙山一刻刻分支要灭掉纪士,可是雪龙山最终在那损失了一名万象真人和二十多位子府修士,令雪龙山损失如此之惨,主要便是因为这纪宁,因为结识北山市一直系子弟北山百威,在无忧洞曾经出手一战,显露出其在境界上已经达到了道之境遇, 今年正是十六岁,这次进入我黑白学宫的另外一名弟子穆子硕是十四岁 旁边五位仙人听的都点头,纪宁的成长听起来很是妖孽,可是在黑白学宫的仙人眼中也最多算是不错而已,毕竟他们见过的转世仙人都有不少了 这纪宁便是我的弟子了,殿才仙人看向四周道,四位师兄,多担待 哈哈哈哈,还以为你殿才师弟一直不收弟子呢 不会和你强的,你对北行仙人的剑法钻研最深,你不教,谁去教啊?我们去教,不无人子弟吗? 随着这几位仙人的交谈,纪宁拜师的事,就这么被定下了 夜已深,黑白学宫禁地,黑白图石壁所在广场上只有两名年轻弟子 纪宁缓缓睁开了眼,虽然此刻是腊月深夜,非常寒冷,可纪宁内心却无比炽热 他看着眼前石壁众多流字中的那一行字,手持三尺剑,杀尽不平是北行流字 一时间心中起伏不定 我之剑便是畅快之剑,痛快之剑,杀尽一切不平是之剑 痛快活一日,好过憋屈活百年 纪宁还清晰记得那一个仿佛和天地一般伟岸的银发老者身影 清晰记得那冲天剑意,清晰记得那一套剑法 这一切都深入灵魂 这是何等威力之剑法,我的剑法与之相比,当真是萤火之光和日月真灰了 纪宁心潮澎湃,眼中有着无尽钦佩 忽然,纪宁耳朵一动,当即转过头,直接远处正有一道白衣身影走了过来 啊?纪宁惊讶,今日应该仅仅自己和穆子硕两个心计弟子 除了自己俩,还有谁会在深夜来这? 白衣青年从远处而来 一时间纪宁感觉眼前仿佛有无穷无尽的浪涛在这缓缓碾压前进 整个天地都仿佛化为了水浪 跟着,纪宁眼前又变得清晰起来 哪里是无尽水浪涌来? 根本就是那名白衣青年在朝这儿走过来 好可怕 纪宁心中警惕 虽然没有霸道压迫 可眼前这白衣青年给自己的威胁感 却丝毫不亚于北山黑乎 而且这白衣青年也俊美到近乎妖艺 晚辈纪宁 纪宁攻守道 见过前辈 来之前 纪宁从北山百威那儿得到情报编撰本 按照情报编撰本上的描述 纪宁心中已经猜测出了来人是谁了 我 大号碧海 白衣青年开口道 幸而暂居长教一职 见过长教 纪宁恭敬道 黑白学宫长教碧海真人 自然是安禅郡真正的风云人物 长教 硕士帝他 纪宁看向旁边的穆子硕 穆子硕依旧沉寂在对黑白磨盘图的参物之中 如痴如醉 不用打扰他 长教碧海道人摇头道 我来这儿是见你 说着 碧海道人手中就出现了一卷轴 随即伸开的金银白皙远超女子的手掌 卷轴当即飘到纪宁面前 纪宁恭敬接过 看完你便知晓了 长教碧海道人看了纪宁眼道 作为北行前辈的隔代船人 你更不可懈怠 记住 看完卷轴就毁掉他 说完 这长教碧海道人转身又走开了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纪宁的视野中 纪宁真正站在那 隔代船人 不可懈怠 纪宁当即展开着寿皮卷轴 卷轴只是普通寿皮做成 可上面书写的内容却是瞬间吸引住了纪宁 北行仙人 纪宁露出喜色 自己正想知道有关北行仙人的事呢 寿皮卷轴上半部分描述了北行仙人的成长经历和一些事迹 看得纪宁目眩神秘 这是一个传说 黑白学宫中最让人向往的传说 做事当如北行前辈 纪宁轻声自语 北行前辈做事就是两个字 痛快 求的就是一个痛快 甚至因为看不惯超级大部族子弟的滔天罪孽行为 一怒之下直接将其斩杀 令其魂飞魄散 却遭到那一超级大部族的追杀 这一场追杀前后足足持续了数百年 在这追杀中 北行仙人甚至逃出了这一方大世界 可在这追杀中 北行仙人的实力也越加强大 乃至到后来 那超级大部族死伤了众多强者 最终不得不低头认输 奉上赔礼 终于和解 不知是哪一个超级大部族 纪宁暗道 这卷轴中都没有记载出名字 显然是不想将这事情完全公开 估计也是当年和解的一部分 能斗成那样 也可知那一超级大部族 显然很了不得 同样 更可以看出北行仙人做事之痛快 当真是杀尽不平事 这卷轴中更记载了一番话 有后辈弟子曾问北行仙人 这无尽大地恶事多的不计其数 如果总是去斩杀恶人 可杀得过来吗 北行仙人却说 无尽大地罪恶事不可计 我也懒得管天下事 可若是被我碰到 自然要杀了 还我个痛快 意思简单的很 不被我碰到 我懒得管 碰到了 让我心情不好 那我就杀了 当真是潇洒一声 纪宁佩服 看完了北行前辈的成长和事迹后 在这卷轴的下半部分 就开始介绍三尺剑了 三尺剑 共九世 是北行仙人明镇整个大夏王朝的绝学 也是他百万年岁月新写之汇聚 威力之大 即便北行仙人本人 也无法以书籍图谱 完整的记载下来传授 黑白学宫中盗藏殿存有的三尺剑 仅仅是前六十 后三十 至今 谁也没有能耐 以书籍图谱记载下来 唯有仙人留字壁上 当初北行仙人 亲自写下的那一行留字 在剑义共鸣下 才会隔代传承 才有可能传授 原来是这样 偶尔才有后代弟子 接受到这隔代剑义传承 即便接受传承 也难得有接受了完整剑法的 上一次接受完整剑法的 还是三千万年前的事了 纪宁看到这儿 终于明白自己这次的收获 是何等惊人了 纪宁也明白 为何掌教碧海道人 给自己这卷轴了 正因为这三尺剑牵扯重大 一些敌对势力 如果知道了黑白学宫 竟然又有了一个天才得到了完整的三尺剑传承 恐怕会想方设法破坏 令这天才弟子早早陨落 所以是绝对不能公开的消息 当然 施展三尺剑倒是可以的 毕竟盗藏殿内就有三尺剑前六师的秘籍 至于将来能够施展三尺剑第七师的话 如果到了那份上 已经不需要保密了 拥有施展三尺剑第七师的实力 那已经站在一个巅峰的高度了 毕竟 这第七师剑法就已经是北行仙人 都无法用书籍图谱记载的招式了 何等威力便可想而知了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 木子硕这才完全清醒过来 痛快 太痛快了 木子硕目光炽热无比 一转头看到旁边的纪宁 兴奋道 纪宁师兄 这黑白图对修炼的帮助太大了 我觉得傀儡之道上 我进步了很多很多 可跟着木子硕就反应了过来 纪宁在他之前就清醒过来 恐怕在黑白图上的收获没他大 这让他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的确艺术不小 纪宁笑道 现在不早了 怕过会儿天就亮了 说师弟 该去好好歇息 待他两日后便要去掌教大殿了 嗯 木子硕点头 还有 这些人刘子弼也颇有来头 你也要多看看 纪宁提醒道 这木子硕走的是傀儡一道 肯定是没有见仙之心了 自然不会得到北行仙人的传承 不过 自己都得到了北行仙人的隔代传承 难免这仙人留自壁上 还有其他前辈留下一些传承 是啊 天都快亮了 我以后来慢慢看 木子硕笑道 哇哇 两人当即分别驾驭着一夜木船 青龙傀儡 分别朝自己的所在飞去 转眼 两天过去 正如之前猜测的那般 第二天 第三天 没有一人能够成为黑白学公正式弟子 所以今年 黑白学公新加入的正式弟子 便是纪宁 木子硕二人 纪宁木子硕二人化作流光 在黑白学公上方飞着 直接朝长教大殿飞去 纪宁师兄 木子硕眼中满是期待 今天领了黑白单 我们就可以去道藏殿 换取修炼法门 先谋秘书了 而且今天 我们还要真正拜师 也不知道 谁会是我的师父 是啊 不知道 谁会是我的师父 纪宁轻声道 师父 修仙上的拜师 和自己儿时学建树的师父可不同 学建树 只是凡人之计 而修仙路的师父 教授的可正是 通往仙人之徒的法门 这恩德 可大多了 而且这师徒之情 恐怕更会持续数百年 乃至数千年 几宁木子硕 都降落在掌教大殿前 一眼便看到掌教大殿内 已经聚集了不少正式弟子 足足一百余位 正在彼此交谈随意的很 这些正式弟子 每一个都气度不凡 当纪宁和木子硕 进入大殿时 那些正式弟子 不少都看了眼 纪宁二人 不少都眼中带着善意 微微点头示意 看来黑白雪宫的正式弟子 只是来了一部分 纪宁暗道 也对 修仙者总不会永远待在门派内 恐怕很多都在外吧 每年都有收弟子的大殿 而修仙者有时候闭关 可能就是数十年 所以 这种新入门弟子的大殿 并不算庄重 能来则来 不来也没什么 不过大多 只要在门派内 且没有什么钥匙 一般同门弟子们 都会来掌教大殿见礼的 掌教师不来了 忽然有人开口 顿时 济宁等人都转头看去 只见大殿之外的半空中 一名白衣青年 从高空飞下 身旁还跟着其他一道道身影 进阶都是黑白学宫中的原神道人们 这一群原神道人们一起降落 按照黑白学宫正常规矩 新入门弟子 一般拜原神道人为师 济宁暗道 黑白学宫的原神道人 可不同于一般门派的原神道人 实力都是非常惊人 可以媲美一般仙人的 所以能拜黑白学宫 原神道人为师 也是一姓氏了 不知道我的师父 会是他们中的哪一个 济宁目光掠过 包括掌教碧海道人 在内的一众原神道人 暗暗猜测起来 碧海道人高作掌教之位 俯瞰下方 身旁一众原神道人们 都站在两侧 大殿之下 则是一群万象真人 子府修士 在黑白学宫的众弟子 主要是三个辈分 子府修士和万象真人 算是同一辈分 彼此称呼师兄弟 因此对任何一个弟子而言 要成为万象真人 都是非常轻松的事 原神道人 则是更高辈分 像济宁等弟子 见到先人们 一般都称呼师祖 见到原神道人 都是称呼师博师叔之类的 当然 如果能拜仙人为师的话 当然是称呼自己 所拜仙人为师父 可称呼其他仙人 依旧是师祖 修仙者中的辈分 一般都是靠实力说话 各教各的 诸位 碧海道人高作大殿之上 声音回荡在整个大殿 我黑白学宫 又多了两名弟子 左边一位穿着瘦皮 身材瘦小的便是纪宁 纪宁雅人 瘦小 也对 称呼自己少年 也不恰当 右边一位穿着白袍 身材更加瘦小的 叫木子硕 碧海道人说道 更加瘦小 木子硕 也是眼睛眨了眨 大殿内的过百名弟子们 都笑了起来 那些元神道人们也各个带着笑意 显然 他们也是知道掌教碧海道人的性格 碧海道人也笑着看着纪宁木子硕 今天 在这大殿中 是我黑白学宫的部分弟子 还有很多 或是在闭关 或是在外游历 将来 你们也能一一见到 从现在起 你们也是黑白学宫一份子 务必同门团结 不得同门相残 是 是 纪宁木子硕道 嗯 那开始入门写事吧 碧海道人说道 纪宁和木子硕相视也 当即伸出了右手一根手指 手指指尖渗透出了一滴鲜血的血迹 心血为正 天道为贱 我纪宁 我木子硕 心甘情愿 拜入黑白学宫 为黑白学宫弟子 尊黑白学宫之规 一股莫名古老的气息 环绕在整个大殿中 所有人都没有出声 只有纪宁和木子硕的声音 回荡在大殿中 天道血世 那是绝对不可违背的大誓言 这也是 整个大夏王朝 都很少见到的 背叛师门的原因 若是背叛师门 没等师门来惩罚 天道的惩罚 便足以令背叛者身死了 当然 如果师门不对在先 驱逐在先 那就怪不得弟子了 天道誓言 既然每一个弟子都愿意发 显然还是很公平的 天道血世发完后 碧海道人满意点头 好 你们俩便算是正式入门了 既然入门当有道号 你们俩自己想个喜欢的道号吧 纪宁木子硕都思索了起来 道号 如碧海道人的道号便是碧海 如火龙仙人之道号就是火龙 不愿取道号的 也可以用自己的本名当当号 碧海仙人笑道 有些弟子习惯了自己的名字 不习惯道号 称呼本名多得很 我知道号便叫双木 木子硕突然开口道 双木 碧海道人轻轻点头 看向下方另一侧的纪宁 纪宁 你呢 纪宁缓缓道 我知道号就叫北名吧 好 碧海道人点头 道号一定 我黑白学宫的师门长辈会商议 会有人选你们为弟子 如果你们不愿也可说出来 是 是 纪宁木子硕硬道 不愿 开玩笑 只要没什么仇怨 一般师门长辈只要开口 弟子一般都不会拒绝的 木子硕 在碧海道人身侧的一众原神道人中 忽然 一名鹤发童颜的老奶奶开口看着木子硕 眼中有着慈爱之色 听闻 你走的乃是傀儡之道 我琼华在傀儡之道上也颇有些心得 不知你是否愿意拜我为师啊 纪宁心中一动 琼华 在北山百威的那本情报编转本上 琼华道人可是黑白学宫中 在傀儡之道上成就最高的一个 弟子愿意 木子硕恭敬直接贵府下 弟子 拜见师父 嗯 琼华道人微笑点头 纪宁则是看着上面的一鸣鸣元神道人 到底谁会是自己的师父呢 哪一个呢 碧海道人等一群元神道人 却没有一个开口 嗯 怪了 怎么没谁收纪宁师弟为弟子呢 对 师叔师伯们都不出声 其他的弟子悄悄议论着 上方的碧海道人忽然看向大殿门外 门外已经出现了一道身影 一黑袍黑发男子走了进来 他的目光淋漓而威严 当他跨步进入大殿的一瞬间 整个大殿都仿佛陷入了黑院中 所有弟子这才转头看到来人 拜见师祖 那些弟子们很多都开口 还有部分弟子有些茫然 显然不认识 但也立即恭敬行礼 纪宁木子硕二人也是随大流恭敬行礼 拜见师叔 上方的元神道人也都齐齐恭敬道 师叔 碧海道人也起身 黑袍黑发男子的身影 一瞬间就成为整个大殿中的核心 仿佛天地都在为他转动 纪宁 黑袍黑发男子看向纪宁 你可愿唯我门下大弟子 纪宁一惊 此话一出 纪宁立即意识到眼前人是谁了 北山百威情报编撰本上对仙人的介绍很少 这又寥寥几笔 毕竟仙人的情报乃是机密 而北山百威给自己的并非多么机密的情报 其中关于殿才仙人便有简单的介绍 殿才仙人 黑白学宫之地先 极善用剑 门下无弟子 黑白学宫的活着的仙人中 殿才仙人是唯一一个没有收弟子的 听到门下大弟子一说 纪宁当然知道了眼前是谁了 此时不败 何时败 弟子愿意 纪宁直接跪下 恭敬磕头行礼 弟子纪宁 拜见师父 嗯 随我来 殿才仙人严肃的脸上 难得有了一丝笑容 点点头 主托了神便直接朝殿外走 纪宁当即跟上 众多弟子们各个惊诧看着这一幕 仙人直接收弟子 这可是很罕见的 他们这一辈分的弟子中 能一入门就被仙人收为弟子的 也就是最逆天的那几个 那几个 可都是被盛传是转世仙人的妖孽 云气笼罩着殿才仙人和纪宁 迅速地朝一座府邸飞去 进了府邸 进了电厅 殿才仙人则是直接坐在浴床之上 纪宁自然站在一旁 恭敬得很 看得出来 殿才仙人平常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我此生最敬仰的便是北行前辈 殿才仙人道 曾说 没有得到北行前辈之剑义传承者 我绝不收为弟子 而你 不但得了剑义传承 更得到了完整的三尺剑传承 即便是我 那最后三世也是丝毫不知的 既您恭敬聆听 连长教都知道 自己这位师父知道 也不奇怪 知道你拥有完整三尺剑传承的 仅仅是碧海 还有我们几个仙人 殿才仙人道 所以你自己不可泄露 弟子明白 纪宁恭敬道 你也知道 我黑白学宫内 想要学的顶尖法门 顶尖神通 一律都是用黑白单换学 殿才仙人看向纪宁 纪宁点头 那本黑白书册中 将这一些都记载了 想要神通法天相帝 需多少黑白单去换 想要某种法术 也需要黑白单换 如果要为麾下的灵兽 换取法门 同样要黑白单去换 黑白单 就是门派的奖励 如境界提升达到道之欲境 有黑白单赐予 如实力达到万象真人 也有黑白单赐予 成为元神道人 也有黑白单赐予 如果加入硬龙位 也是有黑白单赐予的 总之 表现越加优异 宗门赐予的黑白单就越多 自然就能在门派内 学得更深的法门 你的神魂可达到了神识层次 电才仙人问道 既您不由吃惊 自己没暴露过啊 能接下完整的三尺剑传承 对神魂负担极大 在过去 历代得到完整三尺剑的 几乎都是神魂达到神识层次的一些转世仙人 电才仙人道 既您也是恭敬回道 弟子的神魂的确达到了神识层次 只是转世仙人 弟子似乎 喝了孟婆汤 你自然不知前世记忆 电才仙人摇头 不过 你神魂如此之强 即便不是转世仙人 也是有过大际遇 电才仙人沉吟了下 你刚入门 可得基本之一千黑白单 你达到道之欲境 可得奖励之一千黑白单 你神魂达到神识层次 可得奖励之两千黑白单 为师也可赠予你两千黑白单 所以你共有六千黑白单 电才仙人又正中道 你既然得到传承三尺剑 必定将来要施展 所以你去到藏殿 必须换取三尺剑上卷 三尺剑 乃是我黑白学功正攻之剑法 单单上卷 就需要足足两千黑白单了 既您顿时哑然 明明自己都得到了完整的三尺剑传承 为了掩饰 竟然还要去兑换三尺剑上卷 两千黑白单呢 原来师父赠予自己的两千黑白单 是因为这个 你自己的炼器法门 记住 请务必选择先接层次炼器法门 电才仙人道 至于其他神通 剑术等等 你自己看着办吧 去吧 直接去到藏殿 领取黑白单 领取原液 而后 在那选择修炼法门 术法神通等等 电才仙人道 如果参悟不了 可来问我 是 纪宁恭敬行礼 随即便退下 前往那道藏殿了 朝阳出生 冬日的阳光照耀整个黑白雪宫 哇 踏着夜舟船 纪宁正破空飞行 很快便看到了下方一座雄伟的大殿 那便是整个黑白雪宫中 地位不亚于黑白图的 道藏殿 黑白雪宫弟子要学顶尖法门 神通 术法 都是来这儿学 啊 一穿着华美甲铠的粗壮大汉 正坐在石桌旁 端着精致的酒杯 品尝着美酒 纪宁降落下来 见过师叔 纪宁行礼道 哦 魁梧大汉瞥了眼纪宁 你是新纪弟子纪宁 是 纪宁应道 这魁梧大汉乃是护殿道人 一般元神道人担任 这是六千黑白丹 魁梧大汉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一黑色玉瓶 他直接扔了过来 纪宁接过 原力渗透进去 这玉瓶内的确是密密麻麻 一颗颗丹丸 丹丸 进阶成黑白二色 这是一百金元叶 三代弟子 每十年的配额 是一百金元叶 魁梧大汉又扔给纪宁 另外一个玉瓶 好了 黑白的元叶都已经领了 你可以进去了 两个玉瓶 一黑色玉瓶 一翠绿色玉瓶 分别存放了六千黑白丹 和凝聚的一百金元叶 不愧是黑白雪宫 既宁唏嘘 我这种出入门派的三代弟子 仅近十年 就有百金元叶 那一百年 不就是一千金元叶了 一件浦东的地界法宝 也就在百两元叶的架 而一般天界法宝 也就是万两元叶的架 黑白雪宫三代弟子 一百年的元叶配额 就足以换一件天界法宝 当然 没谁会傻乎乎的积攒下来 这元叶是用来提升实力的 以免浪费大量的时间 在吸收天地元气上 谢氏说 纪宁当即步入稻藏殿 稻藏殿 共三层 纪宁一进入稻藏殿第一层 便感到仿佛进入了书海 只见那一排排巨大的书架 书架上摆放的书籍 简直不计其数 单单目光一扫 纪宁敢说 这里的书籍便是过百万计 其中靠墙的最大的一面 书架的侧面上 有着一个大大的字 法 法 纪宁轻声自语 稻藏殿三层 第一层为法 第二层为术 第三层为杂 术 法门 乃修炼之法门 如炼器神魔炼体的修炼方法 都是法门 术 仙魔秘术 是一些施展的特殊技巧 比如神魔的神通 如剑线的剑术 拼命使用的禁术 逃跑的盾术 一切运用之技巧 进阶都是术 杂 非前两项的一切综合 如傀儡 阵法 养虫 炼制法宝 炼制丹药 用毒 师父说 我必须换取三尺剑上卷 和先接层次炼器法门 既您不再犹豫 立即迅速的在这盗藏殿的第一层中 开始寻找了起来 炼器法门 分仙阶 天阶 地阶 人阶 四等 仙阶 代表着可以一直修炼到天仙层次的炼器法门 直指天仙 既您心中感慨 虽说仙阶炼器法门是直指天仙 可黑白雪宫历史上也才有一名天仙而已 连北行仙人 那等爵士人物都没能成为天仙 这天仙之路 的确如崔判官所说 劫难重重啊 既您仔细寻找 很快就找到了在盗藏殿第一层最深处 有一黑色木质条案上 依次排开了共二十八本金色书籍 这条案的侧面便雕刻了一个字 仙 仙阶炼器法门 既您联盟拿起一本金色书籍 这本法门名为迦兰飞天经 这金色书籍仅仅只是一简本 毕竟仙阶炼器法门乃是一个门派之底蕴 绝对不能随便外泄的 这迦兰飞天经上卷竟然就要一千五黑白蛋 既您暗暗炸舌 转过头旁边高高的书架上放的是大量的地阶炼器法门 而且还是真正的全本并非减本 多便宜 才一百黑白蛋 济宁嘀咕着 济宁师兄 一道声音忽然响起 济宁转头看去 远处刚进来的正是白袍少年 穆子硕师弟 穆子硕很是兴奋地说道 济宁师兄 这里的炼器法门真是多啊 这么久远的门派 法门能不多吗 济宁说道 随即这一对师兄弟又认真去选各自的修炼法门了 半个时辰后 就是它了 济宁拿起了一本金色书册 先接炼器法门水源柱 上卷需一千五百黑白蛋可换取 自己从小修炼的炼器法门是水源宫 开辟子府后自然更适合用五行属水的法门 加上必须换取的三尺剑上卷 就需要共三千五百黑白蛋 我还剩下两千五黑白蛋可用 济宁思索着 还需要给白书换取一法门 还需要换取神通 还需要弄到赤明九天图后续的 白书现在自负前期 急需法门 而且白书也是五行偏水 水源柱也适合他 济宁思存了下 虽然自己仅仅选一本水源柱 可如果要给白书也修炼 就必须再付一千五黑白蛋 如果不付的话 那就是偷学 偷学的且是先接法门 这罪可就大了 单单天道血世的惩罚 济宁就怕要魂飞魄散 还剩下一千黑白蛋 济宁顿时觉得黑白蛋不够用啊 他却不知 别人哪会向他给灵兽付出如此代价 片刻后 在盗藏殿第一层 既您找到了神魔炼体功法所在 也找到了神魔炼体第一法门 赤明九天图的后续 也是赤明九天图第二卷 赤明九天图第二卷同样有九重 分别是第十重 第十一重 直至第十八重 对应着万象 元神 反须三个层次 一旦达到赤明九天图第十八重 便要杜结了 如果杜过天结 便将成为天神 而炼器一旦杜结成 便成为天仙 天仙天神 乃迥然不同的两种派别 一百黑白蛋 真便宜 既您看到这价格 不由松了一口气 虽然一直能修炼到杜结 却仅仅只需一百黑白蛋 不愧是最容易得到的法门 第一神魔炼体法门 也是最容易得到的法门 同样也是最难的法门 既您拿着一本水源著 一本赤明九天图第二卷 离开了盗藏殿的第一层 来到了第二层 盗藏殿第二层 同样一座座书架 树 既您深吸一口气 树 乃仙魔秘书 是对盗运用的技巧 神通 剑术 法术 禁术 顿术等种种进阶都是术的类别 神通 既您第一时间就前往神通记载的书架 神通 那可是极珍惜的 连自己母亲那边的玉池室不足 也仅仅拥有一本神通 封一顿法 真少 真贵 既您终于找到了放着神通的条案 整个条案上一共才五本减本 也就是说 整个黑白学宫无尽岁月 一共才得到五种神通 稀少程度还在先接炼器法门之上 分别是法天相帝 雷电神眼 万毒哲 三头六臂 黄心眼 三头六臂 既您顿时眼睛一亮 法天相帝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神通 一般炼器法门不足都会有 至于另外三种神通 雷电神眼 万毒哲 黄心眼 既您也从未听说过 唯有三头六臂是听说过的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三头六臂 既您都听说过 那是传说中一些大能者经常使用的一种神通 三头六臂 看似用途一般 可实际上越是到了后期 这一门神通功效反而极大 既您按道 像人类只有两只手 即便凭借神力原力凝聚出来的一些手臂 也无法和真正的正常手臂相比 可三头六臂 这一门神通一旦施展 却是真的多出来四个手臂 两个头 多出来的手臂和真正的手臂 能发挥同样的威力 一时间就仿佛三个技宁 联合再打对方一个 须知 单单施展双剑实力 就能叠加了 这六把剑一起联合攻击 实力增加 自然更加夸张 先说明大约 广址 还预sten